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按一个Enter 表示选取再按一下Enter 等于两次Enter 就删掉了 删掉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我们要在外面多一个外框 从这边给它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中心点的把它全部 这个这个这个把绕一圈 绕一圈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 我们 可以把这三条线的往外做偏移 往外做偏移 或者是说比较快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假 因为这个地方要做三次 你可以怎么样 用多边形也可以 那多边形 我想前面我们用过 那其实三角形呢也是 多边形 所以这里你可以设为三 然后呢特别是因为我是一个底边 所以Enter 然后第1个点 第2点 这样子会比较快 那这样子跟刚刚那个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如果说你是画三条线 对不对 你要偏移三次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个聚合线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偏移一次就完成 偏移多少 偏移十 然后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一条线往外 这一条线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删除了 这样的方式呢 会比 你做这个三条线来的快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一定要非得绕一圈三条线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做成聚合线 好像刚刚那个如果说你要一次删除 有的时候呢 实在线段太多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 把它做成聚合线 这个我想前面讲过蛮多次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它是三条独立的物件 如果说你现在要把这三条线 接在一起的话 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前面好像也有讲过 你可以在那个修改里面的物件里面有个什么 聚合线 那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三条连续的线段变成一条聚合线 那一条聚合线之后你再处理就会比较简单 那聚合线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是先选其中一条线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转成聚合线 你就按一个 空白键或Enter 然后接下来他问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把它结合 对不对 结合点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三条线 分别把它选取起来 这样子的话就会再按一个Enter 然后再把它退出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游标放上去 这一条线就变成一条聚合线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你可以用聚合线把线全部连在一起 如果你只是要做连续的动作的话 那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当然相对于聚合线的 这个部分 相对于聚合线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可以把分解呢 把它分解掉 它又变成三条独立的线段 所以有聚合线 就会有分解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做什么 比例 比例部分的话呢 我想前面做蛮多的 等于做一个复习 比例选取之后的话 按空白键 把这个部分 基尊点我就设为在 左下角的地方 这里的话请你输入什么 参考 然后呢 指定的长度就是从这个端点 一直到这个端点 然后呢 新的长度输入到 82.5 Enter 那这样的话 新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 再用标注 线性一下 看一下这个底边 是不是 82.5 ok 如果是82.5 那表示这个部分的图形 就完成了 ok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 不应该都